第三十二集 常乐公主的神色间有着少女的痴情 她对我很重要 若我只是无忧无虑的公主 我会同她摆手到了 宁心走到桌前 拿起茶杯 眼看着房檐上的雨滴落下 一颗晶莹的雨滴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 你了解她吗 谁 谁 常乐公主的身体轻松了许多 恍然大悟 你说的是鱼狼 常乐公主凝视着宁心的背影 猜测她是被哪个没良心的伤了 谁又舍得伤了她 不对 是哪个男人敢伤她 这种感觉略有荒唐 但却是那般清晰 我是宁心 是威武伯爵府上的表小姐 上的表小姐 我想 你应该听说过我 常乐公主 歉意的笑笑 你太过冷静 所以 你不明白感情 爱到深处 心不悔 我同鱼狼 两情相悦 生死相依 宁心低垂下眼瞼 握紧茶杯的手指骨节微白 轻声的问 轻声的问道 若她欺骗了你呢 不会 我相信她对我是真心实意的 命心叹息一声 皇上何时给公主殿下赐婚 轻声的问道 若她欺骗了你呢 不会 我相信她对我是真心实意的 命心叹息一声 皇上何时给公主殿下赐婚 公主殿下赐婚 快乐 下个月我会出嫁 这么急 宁心的毛子闪过一抹亮光 常乐公主羞涩地说 她等我两年了 两年了 我不想再让她等下去 常乐公主坐直了身体 对宁心盈盈笑道 李深雪 我的闺蜜 宁妹妹 宁妹妹 我是你做妹妹 多谢公主殿下 叫我雪姐姐 宁心动了动嘴唇 这句雪姐姐无法叫出口 常乐公主笑道 这也没什么 我把你当成妹妹看待就好 公主 公主 于壮远从屋外进来 她手中捧着热腾腾的米粥 热腾腾的米粥 常乐公主宁静的脸上 荡漾出喜悦的笑容 在一瞬间 她像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鱼狼 宁心默默地出门 站在回廊下 在回廊下 偶尔听到他们窃窃私语 宁心抬头看着天空 她是冷静 不懂情 可没有男人能欺骗她 表姐 王继绝的嗓音略有沙哑 眼睛亮晶晶地说道 于大哥不愧是中国状元的人 他学识很丰富 方才一番轻谈 我说语良多 于大哥 是他让我这么叫的 他看起来高高在上 其实很平易近人 王继绝小心地看着宁心 对表姐救了常乐公主很感激 他对常乐公主很体贴 开雨停了就去厨房煮粥 没用处娘帮忙 亲手煮粥 他有没有说起过家乡的事 于大哥也是寒门子弟呀 他是刻苦读书高中中人的表率呢 这位于壮元很有本事 个把时辰就让你如此幸福 会让你给他截堵大唐律利 你可说了 王继绝明显感到宁心不太高兴 善善地说道 说了说了 表姐吩咐的事 我哪敢违背 宁心向自己的屋子走去 公主殿下可能会留在庄子上 你是外男 离着这个院落远一点 我估摸着常乐公主的随护 很快就会赶到庄子上的 王继绝点点头 没想到在庄子上 还能碰到常乐公主 世上想不到的事情很多 但最难猜测的是人心 表姐呀 你真是越来越高深莫测了 王继绝摸了摸脑袋 嗯 于大哥是专一的好人 对常乐公主也是一些疑异的 听说他们的相遇倾心都是意外 于大哥不想上主 可偏偏他动心的人是常乐公主 常乐公主除了公主的身份之外 也是个财貌双全的女子 同文才出众的于壮元能说到一起去 于壮元作诗他能接下去 能同于壮元品味感悟诗词 所以呀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比他们更相配的人 王继绝赞叹道 宁心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想说话时 庄子外来了一队的人马 有皇宫侍卫 有宫里的宫女内侍 他们涌进了这座不大的庄子 常乐公主因为身体有恙 在庄子上休养 常年伺候常乐公主的宫女 和妈妈们身上 带着极许的骄纵之气 自打住进了威武伯府的庄子后 他们在常乐公主面前不敢如何 但在私底下 看什么都不顺眼 刁蛮地挑宁心的毛病 有时看他们的架势 仿佛贵人践踏地一般 宁心完全不理会他们 借口公主殿下不容冒犯 将庄子上的仆丛调离 不给他们找毛病的借口 来到庄子上的宫女妈妈们 大多是成了公主信任的人 他们都有不低的品级 在宫里 以他们的地位 不会从事粗食的工作 宁心调开了仆丛之后 他们立刻就乱了阵脚 常乐公主对宁心非常的友好 如她所言 把宁心当成妹妹看待 即便她不用针灸的日子 也愿意同宁心相处 她看得出 宁心虽然外表柔弱 但内心十分的精明坚韧 常乐公主 同宁心说话时 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常乐公主私底下 对于壮也感叹 仿佛世上 就没有事情能难倒她 于壮也的面上 带着比阳光还温暖的笑容 她半跪在常乐公主的身前 深情地说道 真以为这话是您说的 常乐公主动情般地轻抚 于壮也的脸颊 似要抓住 她脸上那么温暖 于郎 焦雪儿 同我单独在一起时 你不是驸马 是我的丈夫 雪儿 于壮也抱住了常乐公主 两人相微在一起 在他们的嘴唇即将碰到一起时 门外响起了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公主殿下出事了 常乐公主推了推于状元 于状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懊恼 可她还是很有理地退开了几步 常乐公主俯了俯裙子 平复了一会儿 什么事 几位妈妈去找宁小姐 宁小姐 碧儿不见 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十五六岁 容貌秀美的少女 她身穿银红半截如裙 外照紧胡搏纱 并肩一朵 薔薇 衬得她极为的雅致 她虽然年纪不大 却是最得常乐公主信任的宫女 身上也领着官衔 她大多时候照料常乐公主的日常起居 不喜欢在沐浴时有人伺候的常乐公主 单单对她例外 常乐公主面带怒色 找新妹妹麻烦 好大的胆子 她们不知宁心 不仅是本宫的救命而人 还是本宫认下的妹妹 奴婢劝过 可几位妈妈不听奴婢的 奴婢猜测她们 今日是忍不住了 这段日子 宁心对她们不闻不问 不巴结 不迎合的态度 让她们很受伤 常乐公主最近两日没有看见宁心 她们以为机会到了 风筝 你给本宫把她叫回来 无论是谁 一律二十板子 遵命 那名滋容出色的宫女 有一个很好记的名字 她同常乐公主初相见时 是因为一只风筝 因此常乐公主便赐名她叫风筝 常乐公主将手腕上戴的玉镯摘下 郑重地用丝卷包好 交给风筝 你把这个交给新妹妹 公主殿下 于壮远和风筝差一般地看着常乐公主 风筝喃喃地说道 这是定萌 于壮远看出常乐公主的决心 温润一笑 臣看宁小姐极是出色 虽是嫩弱娇蕊 但寻常人不可多其志 她又救了公主殿下 臣赞同公主和她定下手帕之盟 大唐约定俗成的习俗 相好结交终身的两位女子 需要以绢帕包裹随身带的玉器为信物 主动定萌的一方大多是玉镯 镯子越贵重 戴得越久 越能证明诚心 常乐公主送的这只镯子 是她出生时 先帝赏赐给她的 世上独一无二的镯子 常乐公主向于壮远 展露笑颜 轻易地说道 于郎知我 风筝慎重地捧着镯子离开 走到宁心住的院落前 她看到了来通宁心说里的妈妈们 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 但却连院门都进不去 风筝手里又捧着常乐公主 从未送出去的信物 她对宁心更是一万分的敬重 公主殿下有令 命你们回去 闹事的妈妈回头一看是风筝 勉强露出了笑脸 风筝姑娘 我等实在是气不过 她对公主殿下实在是太无礼了 公主殿下将宁小姐当作妹妹 并主动递结手帕之蒙 我看是你们太无礼了 众人脸色一白 蒙约 天哪 他们差一点贪软在地上 常乐公主极其护短的脾气 他们太清楚了 只要是常乐公主看重并信任的人 任谁也不能多说一句 以前这份待遇只给了未来的驸马 鱼状元 如今宁心一举成了另一个 来闹事的妈妈们面色惨淡 在屋子里的宁心放下了手中的书卷 他们走了 嗯 来了一个叫风筝的大宫女 奴婢听说 他们会被长公主责打 这是公主殿下在给您出气呢 宁心的唇边多了一份的笑容 他们哪里值得我生气 同他们这些人生气的话 太跌分了 抱琴善善地低头 主子的脾气真是拿不准 这几日公主几次相约 她都没去 可能等的就是今日 宁心见到了风筝 看到她送上来包着手绢的玉镯 这是玉心镯 是 这只镯子是仙底赏赐给长乐公主的 睫毛轻轻地颤抖了两下 宁心慢慢地摘下贴身带着的寓锁 将寓锁放到了帕子上 长乐公主对蒲颂的处罚 宁心是满意的 这样证明她是有心同宁心相交 并且将宁心看成了姐妹 有长乐公主的信任 宁心才能给她出毛划策 宁心的眸光深油 姐好成了公主 必然会招惹贤妃 宁心难难自问 可准备好了 宁心将寓锁用手绢包好 交给风筝 这块寓锁赶不上玉镯贵重 这是王父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奴婢会妥善地交给公主殿下 唯一的东西 风筝的眼里闪过极许的同情 曾经名震天下的宁三元 再清廉也不至于给独生女 只留下了一块寓锁 风筝走后 宁心淡淡地说道 长乐公主的身边 还有一个水晶心肝的人 风筝很不错 宝琴羞愧地低头 暗自发誓 要向风筝姑娘看齐 若是比风筝太差 她对不住主子的培养和调教 做出的决定 宁心不会后悔 上了长乐公主的船 宁心自然得同贤妃娘娘对上 贤妃 宁心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平淡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无双郡主和贤妃从未交过手 但她们都是天下最出名的两个女人 也是公认的妖姬 无双郡主以一己之力 坑了达子三十万的精锐 让寒帝撤翻 贤妃不成多让 从歌姬到先帝的贵人 再到如今生有皇子 后卫可期的贤妃 爱她们的人赞她们之财 恨她们的人 骂她们为红颜祸水 宁心把玩着玉琢 也许老天想看看 她同贤妃 谁更心狠 谁更出色 要不然 她怎么会重生在宁心的身上 要不然 怎么会突然间下得一场暴雨 将她同长乐公主连到了一起 天意如刀 神心难测 宁心抿了抿嘴唇 先从清理长乐公主身边的隐患开始 那位鱼状元 经过宁心的观察 是真心爱慕长乐公主 可她的真心又价值几何 长乐公主 骄傲又脆弱 若是事情如宁心所想 贤妃能生生地逼死长乐公主 痴难怨语 爱情一词 最伤人 不过 若是她想错了呢 宁心也不愿意冤枉好人 宁心吩咐抱琴 抱琴 你想办法 给李明锐送个口信 告诉她 我在庄子上等她 有事相托 想来想去 宁心只能想到李明锐 小姐 小姐 齐王世子到了 抱琴听见这话 下意识去看宁心 只见她合上了眼睛 身体微微地颤抖着 脸颊上带出极许的痛苦和茫然 这种情绪 在宁心的身上是极少见的 抱琴自从她病好后 从没再见过 风轻云淡沉稳的宁心 露出痛苦犹豫之色 主子 齐王世子她 我不去 打发不走她 她敢硬闯进来 我若不去 她不会明白 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宁心站起身 抚平了衣裙 缓步向外走去 在庭院的正中间 十余名穿着 齐王府服饰的侍卫 随从如众星捧月一般 簇拥着一座教念 因为有齐王府的侍卫 庄子上的朴从 不敢靠近 纷纷躲闪到一旁 轿子里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的动静 威风拂过轿连 隐约可见一侧卧的人影 不是因为她是齐王世子 谁会在意一个傻子 可如今只是朦朦胧胧的一道影子 就让旁人不敢妄动 宁心 齐王世子 在宁心出现的时候 轿子里的人影端正了身体 宁心屈膝行礼 微微低头露出好看的脖颈 轻声说道 表姐夫可安好 齐王世子攥紧了拳头 他深沉的目光 隔着帘子看向宁心 即便他的容貌变了 变得娇弱文雅 变得清高 可他还是能在人群中 一眼认出他 认出刻在他记忆深处的宁心 如今他这副身体 这样的身份 宁心怕是很郁闷 齐王世子勾了勾嘴角 仔细地看着他 他眼底的平静无波 让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 那里不再有被剑穿透的伤口 此时他们不再针锋相对 不死不休 可为何窃取来的轻声 他又迟了一步